今天真的感覺有點亂 雖然我外套都沒有穿長袖 穿一件短袖的背心 羽絨背心就算了,沒有袖 打著11度,感覺清爽 今天有個朋友叫我 拿些不要的東西 想拿去Culture Cafe 最尾那位置捐了 其實這個概念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真的,你一家裏面 只要你住得久 你就會在家裏面放很久 都不知道是誰 又不知拿來做什麼好 對你來說又沒什麼用 因為有些東西是別人送給你的 別人送給你,你又收了 收了,但又不好意思扔掉它 心裏又不舒服 一直放,放了很久 又或者你買東西的時候 那時候覺得對 但用一下又覺得不對 買回來又覺得不對 改變主要,很多這些東西 就好像現在這個朋友給我的 就是一些 飾物的盒子 放一些飾物,掛一些項鍊 很多時候都是這些東西 都會多了出來 他說,不如你去到 和我放下,送出去吧 好啊 其實這個環保的概念 就是你不適合用的東西 你又放得久,斷捨離 你不如就送我出去吧 如果你與其調去堆田區 又或者你覺得 我想做少少慈善 捐了給它 別人可以賣了它 之後賺到少少少錢 有少少收入 就可以幫助營運 所有東西 那時候在佛仔 最多見到這一類 因為西人的文化裡面很普遍 一個recycle 例如好像很出名的restore 都是用這種方式 其實有不同的名字 即是大有大的 大有大的 小有小的中心 好像我們那時候 在佛仔捐 他每年又會出一個報告 貼在門口 那時候佛仔那些 他貼出來說 我們總共籌了 今年除了人工、舖租 所有東西之外 籌到五萬元 就捐了幾千元 就給這間機構 幾千元 由這間機構 如是者 有個報告表寫出來 他怎樣用了當年 他們賺的錢 當然 有些員工是義工 有些是瘦身 還有舖租 這些都是最主要的營運 那 捐的條件 最重要是 新井 新井 那 很多的 例如燈飾 或者 一件文具 你又覺得 沒有必要 放在這裏 那麼久 就像我那樣 我一見到文具 說我都不讀書 不適合我 那就不適合 都好 一個概念 如果能夠 將自己當時選擇 錯誤了 現在不需要 或者別人送給你 根本都不適合你心意 再轉送給 Gibson Center 那個 中心後面 但他不是經常開的 疫情關係 開少了時間 我昨天過來的 我看過表 今天有開的 抽個頭 過去拍一拍 應該有開吧 有人出入 即是有開 那我去放下 我現在進來 就把網友叫我放下的東西 都放下了 都是一些裝飾物 擺那些 擺那些項鍊 很大 很多金銀珠 保育擺 全新的 我想問負責人 其實你們有些什麼 特別需要的 我們需要 譬如是衣服那方面 冬天衣 夏天衣 新正的最好 但是如果是 Gently use 譬如穿個一兩次 那我們都OK的 煲煲餐 我們要 碗碟都要 但是要一些新正的 電器 小小件的 例如微波爐仔 或者是焗爐仔 那電器是OK 但是麻煩你 一定要make sure 它是work的 你才送給我們 送給我們 因為我看你的義工 都是女士們 可能沒有那麼多 知識去怎樣測試 或者什麼 這樣 是嗎 是啊 我們主要來說 就是我們試一下 插制是work 我們才買出來的 但是大型傢司就不好 就是大櫃的 你托都托不到 你們 是啊大型傢司一定不收 因為你看到這裡不是那麼大 那我們都不擺到那些大型傢司的東西 是 那我見你都每天 其實還需不需要義工 如果有朋友想覺得 想參與一下 下手下腳的義工幫忙 有沒有辦法聯絡呢 有的 我們經常都要義工 因為我們全部這裡做事都是義工 來的 你和105Gibson Center聯絡 譬如你打電話 給我們Gibson Center 你跟他說你有興趣想做義工 譬如說你特別想說 在義賣店那裡做義工 你可以跟他說 但是你這裡現在的工作時數是怎樣的 暫時來說 正是星期五 星期五我們12點至4點 慢慢疫情是再好些的話 我們是會再開多些時間的 那如果報名義工一個小時 一個星期可能有多少個小時來幫忙呢 如果是報名義工 暫時來說 逢星期五 我們是12至4 那你幫到4個小時是最好的 但我看到你很多時候都是女士們 那搬東西方面 就吃力一點 你說得很對 我們很多時候是 譬如兩三個女士一起去搬東西 是比較重些的 所以如果有男士是有時間幫你幫助 那如果有處長幫你做呢 處長幫我當然好 多謝你先 我拿下你的名字 拿下你的電話 我先談到這裏 希望大家有些新正些有盒的 可以買那個又開心些 既然你把家裡放了這麼多年 不要浪費了它 拿出來捐了它 是嗎 多謝你